好,我們現在就用衛福部的資料來做這個實踐序列 那我們來看一下 原來這個衛福部的資料下載下來是這個樣子 在開啟 衛福部的這些資料 衛福部資料常常就是說什麼台灣、亞洲、日期、確診數量 新增它會有這些什麼平均的這個東西 那我們這一個呢OK 我們要把它稍微改一下 我們把它改一下 我們就為了軟體執行的方便 我們就把改成我們要的就就好了 那這邊是它的時間 時間就是我們3月7號 因為我們不可能抓好幾年前的 我們是在教學用的 然後我是把它變成1、2、3、4、5、6、7、8 比如1就是3月7號 沒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我們這個DTRG是接受這個 1、2、3、4、5、6、7 它沒有接受日期 所以到時候你自己去對應就好 然後這個TOTAL就是剛才所謂的台灣總確診人數 這是每天的確診人數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我們要 對預測我們台灣的總確診人數 我們到衛福部 我這邊下載是4月29到各十百千萬 到十萬人 4月29到十萬人 那我們假設我們想要看 4月30到5月7號 假設我們這邊 那我們怎麼去做呢 那你這邊的資料 你也可以用這個 小作家去開啟 就是這個樣子 它長的成績 就是這個樣子 OK 那我們開啟囉 我們是衛福部time series.csv 因為它只吃csv檔 OK 所以我們這邊開啟一個新的model 那我們這邊就開始了 我們這邊就開始這一個 不是regression 我們在time series這個 這邊就有 我們把它開啟 那總要給一個名字 我們這邊就叫test 因為這方便我到時候刪掉 OK 好記得我們這個開啟這個 是瀏覽這個 這一個的 OK 然後這邊它就會有一個預設 我們用預設就好 因為它都是用commod 然後它還自動幫你把這個 project存一個檔 就 衛福部 點time series.dt 用它的這個csv 那你不想你可以改啊 你可以叫這個 這個test.dt 這個沒有什麼 對或不對的 OK 那註解我就不用了 我們就下一步 好 這邊不要注意一下 我們如果要做時間序 要按這一個 在這個time series這邊 它有 要按這一個 那我們這邊的maxima 這邊注意一下 我剛才在前一個youtube有說 很容易當機 如果最多我們譬如 leg 落後這邊 就只要兩個 那這邊有很多可以讓你選 OK 那我們等一下選 先選 先用gep好了 然後和linear都各做一個 反正也沒差 OK 那我們就按下一步 這時候最重要我們看一下 我們是y target的是y 是總確診人數 然後按x就日期 我們這邊用series 不能選date date的人會共過 因為 因為series跟一天一天 date他們就沒有前後順序 好 那我們就按完成 這其他我們都先不弄了 然後我們save 我們yes 我們要存 好 那我們這邊 執行一下 他就結束了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 因為剛才這邊我大部分都有說過 你就可以看這個 這是他的bub input variable 這個我不懂 gp的parameter 先序列這個統計 這個 自我相關 偏相關 然後看的這個是xy data ok xy data series 他total是這樣 蠻怪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子 但是這個就 比較清楚 這個 因為是回歸嘛 GEP的 然後可以看一下這個 時間序列 這個forecast 跟predict 就在這邊 forecast 在這邊predict 之後你還可以繼續往上去 感覺跟 這幾天的 這個 中午的記者會都還蠻靠近的 ok 這是他的時間序列的殘差 ok 這是他的train 他是這樣寫的 ok 這個 我沒有transformal 就 他說transformal after transformal 這個要去看一下 時間序列的數 那我們這邊 如果你想要看 預測出他的資料 看成數字 你就要 產生這個 我們去看一下 等一下這邊會產生出 一個新的數字 那他會用 胃腹部time序列 後面加個score 產生這個 我們現在就 就把這個 執行一下 執行一下 就會有 然後按確定 執行一下 close 我們把這個看一下 那就產生出來了 然後 確定就可以離開了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好處就是 你直接拖過去 就可以看得到 好 這就 這就會 這個 score就出來 問號 這可能 你比較沒感覺 然後我們按看這個 就比較有感覺 這就是 credit value 這邊就有了 就是 699 018 這邊都把你算出來 問號就是 我們要 預測的 之後的總確診數 那這個是 是這一個 原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 玩看看 我們假設 這一個 假設 我們去玩看看 看 到底差多少 這是一個殘差 這一個 預測的減調 我們實際的去看一下 這個 預測的一定是有 有這個小數點 因為它是數值 我們就全部去看一下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 怎麼沒有把它貼 拍水拍水 這都可以把它去弄 剛開始可能真的蠻爛的 可是我們預測是看未來 所以要把它拉開 拍水 這個沒辦法弄 因為這個 這個沒辦法弄是合理的 因為它後面 這是問號 就是這個是 差多少 差多少 這是我們預測的這個 比如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圖形 這個圖形 看起來好像是蠻合理 好 那我們這邊 如果你想要用 別的這個方式 我們time series 我們想要不要用基因的這個 我們想要用linear regression 這個 那也可以啊 我們也可以去跑 我們也執行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圖 看一下這個圖 好像也是很靠近 然後如果我們再把它產生出來 score data 我們這邊稍微把它改一下好不好 ok 我們這個 微服部score data 這個我們先把它關起來 不要儲存 這個 這個沒關係 ok 我們在這裡面 我們叫score1 等一下 方便比較 方便比較 看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 ok 好 我們這邊 把score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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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算一下 ok 這邊有一個好處就是它產生的這兩個 那等一下我們來比較這兩個 就知道了 ok 它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相信應該是差不多 這是score1 然後再看 這是剛才做的 用這個time series 我們來看一下 來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 這個是score 貼到score1 看看 這個是好玩的嗎 把它貼上去 這兩個 哇哩哩哩 真的差不多 怎麼證明差不多 怎麼證明差不多 這個 字把它打開一下 我們來做個相減就知道了 這個等於 這個 這個 減 這個 這剛開始的 因為CNC月是看後面 所以這個比較不重要 我們來看後面差多少 我擦一下大概說是 後來好像都蠻穩定的 擦這個 擦這個 我就覺得 在這個 個十百千萬 就是個十百 在69萬 擦個93 我覺得是比例真的 不是很高 我是可以 我是可以接受 那如果你可以看一下 比例也可以這樣子 比如說等於 等於 等於這個 因為它有相差 這個 除以 這個 剛開始可能是比較 爛